南岸天团Blackpink世界巡回演唱会 5月13号时骚连续两天在新加坡登场 现场吸引了超过5万人来朝圣 许多家乡特别带着小孩来追星 还能看到所有民众特别适中打扮 甚至提早好几个小时来排队 只为抢到距离舞台更近的位置 我6点就到了 然后很多人 然后我到现在还没有进去 因为为了要看到他们 所以是值得的 我的女儿是一个大名的Blackpink 下午开放歌迷陆续进场 每一个入口都是大牌长龙 新大坡疫情后 演唱会市场呈现快速复苏的趋势 在日主办单位的人力明显不足 导致演唱会原定7点半开唱 却因为还有许多人没有进场 延迟到8点才正式开始 今晚相较疫情之前 新加坡今年演唱会的票价 整体上涨10到20% 但是演唱会票依旧被抢购一空 许多抢不到票的民众 只好在场外听音乐声 而且光是2023年首两个月 警方就接获了巫师周期 有关演唱会门票的诈骗案件 涉及金额超过4万新币 将近百万台币 I love you 北平 接下来几个月 许多大咖明星都将来到新加坡开唱 要如何更有效管理 减少演唱会乱象 值得关注 以上就是华语新闻特派记者 门又成在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还原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